特首林鄭月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 今次施政報告以堅定前行 燃點希望為主題 全份報告長達6萬次 有多達250項新措施 包括土地房屋 醫療、福利、安老和民生等等 特首表示 這份施政報告也反映他擔任行政長官以來的體會 過去一年多 我和團隊以關心、聆聽、行動的務實態度 以創新、互動、協作的原則 積極施政 無論在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 例如上市條例的修訂 和金融科技的應用 或者在大力推動創新及科技方面 例如建立醫療科技創新平台 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 成績都是顯著的 這就引證了我在競選行政長官時的信念 我當時說香港人很優秀 香港底子也很好 只要認準方向團結一致 我們一定可以再創輝煌 特首林鄭月娥也提到 只要明確符合公眾利益的事 政府就應該盡快做、大膽做 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全面禁止電子煙 加強基層醫療、健康和進一步增加研發資源 都是以市民利益出發 進一步